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 我们会听到恨国党们经常说一句话呢,给美国贴金 说是美国的军队里面呢,冲锋陷阵的都是官员 官员就是说跟我上,说共产党的官员呢都是给我上 让士兵先上,美国的官员呢都是自己先上 我觉得呢,这纯粹就是给美国贴金来污蔑中国 其实呢,任何一个战斗或者是战争战役当中啊 保护指挥官,这是应该的 你从原理上来说,对不对,士兵就是要执行命令的 而这个指挥官呢是指挥的,你这一个战争当中 如果是士兵死了的话呢,其他的士兵可以上 只要那个指挥官还在,这个战争肯定是可以打下去的 但是如果说那个指挥官他不坐镇指挥 而是冲在第一个,先被打倒,先牺牲掉 那你这个战争还打个什么劲儿的呀,对不对 而敌方呢,他往往他当然是最希望给你首先打掉的 就是你的指挥官了,对不对 所以说那些恨国党们说的那话呢 纯粹是为了给美国长志气,而给中国政府抹黑 但是呢,事实上中国的这些官员也并没有说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我就往后缩 共产党很著名的一个口号就是呢 号召这个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经常他们就会有一个口号说 共产党员给我上,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 无论是抢险救灾呀,还是这次的抗击疫情 都是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的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最知道的呢 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 毛主席把他的宝贝儿子毛暗英都送上了前线 而且呢,是在抗美援朝早期的时候就牺牲了 这是我们都是家喻户晓的一件事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最近呢,我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哈 中国的这些媒体上出现了很多 有关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些文章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他所讲述的就是 十位首长的儿子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中牺牲了的 那这十位首长的儿子都是谁 他都是哪些首长的儿子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十位首长的儿子壮烈牺牲 他们是谁 内容呢是 1950年毛泽东的儿子毛暗英 在朝鲜战争中壮烈牺牲 得知消息的毛主席说了句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后来毛泽东的好友周世昭问他 为什么要派毛暗英上朝鲜战场 毛泽东回答 你总说如果不是我同意他上战场 他就不会牺牲 你说的很对 但是你仔细想想 最初是我决定派兵出国援助朝鲜的 而且作为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自己有儿子 不派他去 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像毛主席一样身为父亲 愿意舍小家为大家 送儿子上战场的军人领导 还有很多 像毛暗英一样 年纪轻轻 为保卫国家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军二代 也不在少数 据统计 在1979年的对月自卫反击战中 就有十位首长的儿子 壮烈牺牲 他们在国家利益和自我利益面前 毅然选择了前者 没有打不死的英雄 有的只是作为一名军人 为国而战的民族大义 这种军人的牺牲精神 是一个国家走向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的根本 他们应该被铭记 他们分别都是谁 在短暂的人生中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面对他们的牺牲 首长们是做何反应的 倒下又站起来的你 是最可爱的人 烈日炎炎之下 一个散发着青春朝气的少年 正在做俯卧撑 他的胳膊因为支撑着整个身体 青筋凸起 汗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流 直到做完一百个俯卧撑 他才站了起来 这个照片里面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曲宁江 这个刻苦锻炼的少年名叫曲宁江 老家在辽宁省丹东市 19岁那年入伍当兵 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军人 他的父母都是军人 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 并在很多次战争中立功 被国家授予多项二等功 母亲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为战争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曲宁江从小在这种熏陶下长大 在他心里自然而然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后来他阅读了大量关于革命的书籍 像是红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里主人公的钢铁意志和奉献精神 深深的感染着他 他在心里默默的说 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人 入伍之后 原本精神高昂的曲宁江 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由于自己的长相太过秀气 部队的其他队友们都说 他是肩不能扛的白面书生 是上不了战场的 为此曲宁江每天努力训练 不是去训练场锻炼 就是去练习射击 一段时间以后 曲宁江原本白皙的脸庞 晒得黑油油的 不过他很高兴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 大力汉神枪手了 1978年 我国一直无私帮助的越南 竟然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奴夫与蛇 越南拿着我国提供的武器和物资 对我国边境地区数次进行轰炸和袭击 谈判卫国之后 我国选择自卫反击 战争刚刚爆发 曲宁江就写了申请书 为了保卫祖国 曲宁江自愿申请加入战争 战场上绝不做逃兵 即使敌人的炮火多么激烈 我也会誓死拼杀到底 可上级却因为他入伍时间 还不够一年时间拒绝了他的申请 之后曲宁江又申请了好几次 军被驳回 无奈之下 曲宁江只好向父亲求助 一向秉公做事的父亲曲葵 这次却一反常态 利用自己参谋长的身份 希望祖师能同意让儿子上战场 然而曲葵递交的申请书 依然被上级拒绝 看着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都去前线了 曲宁江真恨自己 为何没有早一点入伍 他不甘心呢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 向上级提交申请 被拒绝了就重新再写一份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上级同意了他上前线的申请书 这份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直支撑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天全军所有战士正准备入睡 却接收到紧急转移的命令 不料大家在转移的途中 被敌军包围了 更加不幸的是 曲宁江为了保护一个 为伤兵包扎伤口的女医护人员 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 一直坚持锻炼的曲宁江 在此刻显示出了惊人的体力 他拖着腹伤的身体 与其他战士一起抵抗敌军的攻击 随着一声枪响 曲宁江的右腿又被敌军的子弹打中 他单膝跪地 被打中的地方鲜血直流 强烈的疼痛突如其来 他一时无法忍受 想站却站不起来 这时他看到不远处 正有一个枪口指向距离自己两三米的战友 他强忍着剧痛 一点一点慢慢地慢慢地站了起来 挡到了战友的前面 突然间有一颗子弹朝曲宁江飞来 打在了他的左胳膊上 此刻曾经的一切在他的脑海里 像正在放映的电影一幕幕地出现 临上战场前 父亲欲言又止的样子 母亲给他打电话 哭着说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对 我不能死 母亲还是等我回去呢 曲宁江在心里默默地说 在战友的帮助下 他缓缓地站起来 想躲在离自己几步路远的小土坡后面去 眼看他就要到那个小土坡了 千军以发之际 有一颗子弹落在了他的胸膛 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手中的长枪 颓然落地 支撑住了他将要倒下的身体 曲宁江就这样 以半跪半立的姿势 牺牲了 那使得他年纪二十岁 父亲曲宁江接受的儿子去宁江牺牲的消息后 久久不渝 随后他对身边的秘书说 当初我同意并帮助他上前线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他随时牺牲的准备 可是身为一个父亲 他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据曲葵的妻子透露 多年后 曲葵在一个寂静的深夜 拿着儿子曾经穿过的衣物 喃喃自语 儿子 你是好样的 面对敌人 就算死了 也要站着 你比爸爸厉害 是真正的男子汉 说完 曲葵双手捂着脸 呜呜呜呜呜的哭了 本该享受大号青春的年纪 曲宁江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 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国捐躯的曲宁江 其遗体被安葬在了广西壮族自己区 那坡献成一个叫蝎子山的烈史墓园 他的墓碑刻着七个金色的大字 曲宁江烈史之墓 他的父母每年都会来给他扫墓 老两口坐在儿子的墓前 说说两个人最近的概况 聊聊国家的发展 一年比一年壮大和繁荣 再也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负 被人耻笑的东亚病夫了 第二个故事 小北京大英雄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平行时空 那么我希望遇到他时告诉他 很有幸能在多年后演绎他的事迹 我只是个小演员 而他是个大英雄 1984年 由谢进导演指导的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登上荧幕 这部电影以对月自卫反击战为背景 描述了一群为了保卫国家 自我牺牲的革命战士 这部电影一上映 就在当时引起来了强烈的反响 其中影片中有一个外号叫 小北京的革命战士 被当时看过电影的人们 嘖嘖称赞 说我们国家今天的强大 离不开这种人的无私奉献 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更对小北京这个人物的原型 充满了敬佩 在一次采访时 他对记者说了开头的一段话 小北京这个人物的原型 其实是个高干子弟 他的真实名字叫张力 他的父亲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十四军160师的张志信使长 张志信为人刚正不阿 从不寻思 在军中颇有威望 照片里面这个小伙子就是张力 1945年张志信选择入伍 为国家效力 靠着过人的胆识 他打了数百次胜仗 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 升任为师长 张力是张志信的独子 张志信三十多岁时 才有了这个儿子 但张志信对他从不娇生惯养 身为君二代 张力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 身上完全没有那种 肆意挥霍的不良习气 受父亲的影响 张力小小年纪就参了军 得知张力参军的消息后 张志信反复叮嘱张力 在部队不要打着自己是首长儿子的旗号 横行霸道 努力学习作战知识 为国效力才是关键 张力牢记父亲的教诲 入伍后勤劳训练 努力学习理论知识 各项成绩在部队都名列前茅 而且通过越来越深入的学习 张力对侦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聪颖伶俐的他 经常会提出一些关于侦察的想法 这让作战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兵 都对他称赞不已 对越自尾反击战打响以后 张力已经是侦察班的副班长了 听说了越南的无耻行径 张力一愤填膺 恨不得立马上战场 将敌军打个流花落水 他当即就向组织申请 希望组织能批准他 以侦察兵的身份上前线 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父亲张智信听说儿子 申请上前线的消息时 一向讨厌走后门的他 却动了侧眼之心 要知道张智信直到儿立之年 才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儿子 送儿子上战场 他于心不忍 于是他想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 阻止儿子上前线 他转念又想 皮质不存 毛将淹妇 如果国家都没了 他今天为儿子的保护 又有什么用呢 作为老一辈的革命战士 他比谁都明白 战士只有上了战场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如果儿子只会理论 而不懂实践 那跟重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有什么区别 最终张智信 默许了儿子参战的壮举 去了战场 不能搞特殊 更不能给我丢脸 张力不知道 父亲如此严厉的话语 是内心多少纠结和不舍化成的 上了战场的张力 谨记父亲的话 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 从不搞特殊话 对待一些有危险的任务 他总是抢在前面 战场上刀枪无眼 有很多次张力都以为自己逃不过了 却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 1979年2月27日 上级命令侦察班的战士 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 此次任务极其危险 很可能会被敌军发现 张力身先士卒 第一个表示愿意执行此次任务 就在张力和战友侦察 并掌握了敌军情况 准备返回驻地时 被敌军发现 张力为了不让敌军知道 他们掌握了多少情报 也为了让情报及时的送回驻地 张力提出 由他掌护战友离开 及时将情报 完好无损地交给组织 在张力的掌护下 战友成功脱险 带着情报返回了驻地 而张力却在撤退时 被敌军的子弹打中心脏 这时距离驻地 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看着大量的鲜血涌出 张力知道 自己这次是逃不过了 等班长找到他的时候 张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对班长说 告诉我的父亲张志信 我没有给他丢脸 他和母亲不要因为 我的牺牲难过 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母亲 张力还想说起什么 却最终没有说完 年仅21岁的张力 就这样牺牲了 班长看着这个 总是抢着执行任务的战士 好一会儿没有缓过神来 他竟然是师长张志信的儿子 张力牺牲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政委李兆惠这里 他听到消息后 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作为张志信多年的老友 他深知这个儿子 对于张志信及其家人的意义 记得当年张力出生时 他还去参加了孩子的满月酒 张志信一家人喜气洋洋的表情 至今历历在目 李兆贵对身边传来消息的战士说 这个娃娃啊 怎么就牺牲了 让我怎么跟老张交代啊 片刻之后 李兆贵决定给张志信写一封信 将张力牺牲的消息告知张志信 如此悲悯沉痛的消息 他怎么也无法面对面的 对张志信说出口 当张志信收到信的时候 他正在指挥部研究作战计划 看完信 他打了个猎气 幸好身边的警卫员及时地辅助了他 他手里捏着带来噩耗的信 身体像被千军万把碾过一样 哪都疼 看得出来 他在极力地控制 但是很快 他就平复了心情 下一秒 他又开始研究起来 如何战略部署的问题 李兆贵害怕张志信承受不住打击 还是决定亲自来看望老战友 只是几天不见 张志信的头发竟然白了一大半 看着憔悴不堪的老友 李兆贵止不住地心疼 老张啊 如果心里难过 就休息一段时间吧 天塌下来 我顶着 本来已经控制好的心情 此刻却决堤了 一个不惑之严的大男人 痛哭流涕 哭过之后 张志信缓缓地说道 毛主席说过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 战场上有那么多战事牺牲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就搞特殊化 我的儿子为国而死 不丢人 战争结束后 部队将张力的遗体 安葬在了广西省的 静西烈士陵园 面对逐多战友 要为张力举办一个 隆重告别会的提议 张志信 断然拒绝 大家都为张志信 大无畏的 无私精神 赞叹不已 其实众人不知道 张志信只是将内心的痛楚 深深地掩藏了而已 直到2013年2月26日 享年86岁的张志信 在烟台病逝时 他的贴身衣服口袋里 还装着儿子的一张照片 他只在夜深人静 独自一人 默默地填底 失去儿子的伤痛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对于自卫反击战结束后 中央领导 对所有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 给予了烈士称号 其中 有两位特殊的战士 更是被中央军委 授予了一等功 二等功的特殊荣誉 将他们为国奉献的英雄事迹 在每个部队进行宣扬 有一个刚刚加入部队的小伙子 代表新兵子弟发言时说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我知道你们为了谁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为了和平 你们甘愿牺牲自我 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你们是所有军人学习的榜样 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照片上的这两位小伙子 一个叫耿军 一个叫耿小康 俗话说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这两位特殊的战士是一对亲兄弟 他们是耿军和耿小康 为了保家卫国 他们一起参加对越自我反击战 又在同一场战役中英勇就义 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也让耿家成为此次战争中 唯一的双烈士家庭 1979年 对越自我反击战正式爆发 耿军和耿小康 两个追风少年 就跟着部队上了前线 上前线前 两兄弟把自己写好的遗书交给组织 如果我们不幸牺牲 请把遗书交给父母 1979年3月的一天 我军与越军在高平激烈对战 耿军和耿小康所在的巴连 突然被支援的越军部队包围 前是虎视眈眈的敌军 后是险峻的悬崖峭壁 形势极其严峻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 巴连的战士们毫不退缩 他们配合有志 试图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靠着顽强的意志 巴连战士们与敌军奋战了两天两夜 敌军止步不前 丝毫没有攻下我军阵地的机会 虽然敌军付出了惨动的代价 但是我军的伤亡也极其惨重 战斗力开始逐渐下降 为了让我军突出重围 担任火力组组长的耿小康 带着几名士兵冲在最前面 使用火力压制敌人 为大家留出时间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就在我军即将全部冲出包围的时候 耿小康却不幸被敌军的子弹打中要汗 壮烈牺牲 年仅18岁的他 生命刚刚开始就已颓然结束 这张照片就是耿家的全家风 各个耿军亲眼目睹了弟弟的牺牲 化悲痛为力量 带着八年的战士们奋起抵抗 他接着弟弟的掩护任务 继续为剩下的战士 赢取最后撤离的时间 然而此时 我军经历了两天两夜的奋战后 后面不及没有及时跟上 早已弹尽良绝 为了不做俘虏 耿军望了一眼身后的悬崖 拿着剩下几颗子弹的机枪 对敌军进行了最后的扫射 之后大喊一声 共产党员跟我跳 一跃跳下悬崖 耿军牺牲时也只有21岁 得知兄弟俩牺牲的消息以后 父亲耿晋福发出一声长叹 明知拦不住你们 所以只好让你们去 明知可能会牺牲 但是做父亲的不后悔 原来 耿军和耿小康是瞒着父母上的战场 他们害怕父母会担心 会不同意 但是他们低估了他们父亲的格局 其实父亲早就知道了他们上前线的事情 身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耿晋福知道 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就要有舍身忘死的精气神 这是身为军人的使命 也是军人的价值所在 儿子们不知道 父亲耿晋福参军的时候 跟他们差不多 他也是凭借着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的厮杀 才成为了如今 武师军 邀领武师的副参谋长 军人的理智 没有让耿晋福阻止 儿子们上战场 但是 得知儿子们牺牲的消息 身为父亲的他 却难言悲伤 怀着对儿子们沉痛的缅怀 耿晋福陷入了儿子们刚出生那会儿的回忆中 1958年 耿晋福所在的部队 驻扎在西藏 妻子因不想封隔两地 选择了随军 耿军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 还记得出生那天 驻扎地离医院比较远 当救护车来时 妻子的羊水已经破了 结果救护车还没到医院 儿子耿军生在了半路 所以耿军还有一个小名叫征途 大儿子耿军出生三年后 二儿子耿晓康也降临到了这个世界 小兄弟俩从小关系就很好 很懂得照顾对方 有时候两兄弟和驻扎在部队的其他小孩们一起玩耍 不管是哥哥受欺负 还是弟弟受欺负 两兄弟都会为对方大打出手 对此耿军福没少收拾他们俩 每一次两兄弟都说 要罚一起罚 我们是好兄弟 如今兄弟俩为了国家大义 纷纷英勇牺牲 耿军福内心五味杂陈 一面为儿子骄傲 一面为儿子堆通 后来部队向兄弟俩上战场前写的遗书送到了耿晋福的手中 兄弟俩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们决定不久之后奔赴越南战场 儿子们不笑 让二老担忧 如果我们一去不返 请二老不要难过 坚强生活 我们两兄弟没有什么身外之物 只有这仅有的十二元钱和一床草席 草席可以给耿涛弟弟参军用 十二元钱留给二老 此志军礼儿子 耿军耿小康 1979年2月10日 九里耿 看完两个儿子遗书 耿晋福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的崩溃了 气不成声的他 看起来适时苍老了好几岁 除了张力 耿军 耿小康 曲宁江 这几位高干子弟以外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军二代 还有周伟 江鲁平 罗岳宁 曹辉 赵又林 彭洪 普世平等人 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起点比别人高而坐享其成 而是在正值青春的大好年华将自己献给了祖国 父辈们也选择支持了他们的做法 试问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 他们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祖国 其思想觉悟之高不是每位父母都能做到的 他们的爱国情怀 大无尾的奉献精神 更是在无形中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儿女 作为军官的子女 这些孩子们的人生原本可以有更多选择 可以走得更远 但他们却放弃了安逸 放弃了花钱月下 放弃了承欢膝下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 选择了刘雪刘汉的战场 选择了刺骨的边疆的风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为了谁 他们的名字点亮了万家灯火 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 像一座座灯塔照亮了祖国 走向繁荣强大的路 今以此文献给那些保家卫国 为了祖国繁荣昌盛 无私奉献的所有军人 向你们敬礼 前一阵子呢 G20峰会召开的时候 美国就在场外 试图要组织各个国家 建立一个把中国甩开的一个供应链 还号称是什么呢 说中国的产品是肮脏的产品 我们不用中国这些肮脏的产品 什么叫中国是肮脏的产品呢 说中国呀第一使用强迫劳动 第二呢使用同工 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种族灭绝 就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 没有哪一项谣言是站得住的 说实在的 对不对 哪一个能站得住啊 中国强迫劳动什么叫强迫劳动啊 强迫谁劳动 谁不劳动可以啊 还用得着强迫劳动吗 不劳动者不得食 你不劳动你怎么养活你自己啊 对吧 他就是指那些新疆人啊 你就是不能用新疆人 如果你用新疆人的话呢 就是强迫劳动 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新疆人不用劳动吗 谁养着他们 你美国养着他们吗 如果你美国能养着他们的话 我们也乐得让新疆人天天玩 对不对 可是你美国不单不养着他们 你还剥夺他们劳动的权利 谁用新疆人你就制裁谁 如果说全都不用新疆人 新疆人靠什么吃饭啊 对不对 你要饿死新疆人吗 还说新疆的那个雪棉花 全都是强迫劳动 那棉花地 中国老是公布那些卫星图片 从耕地到播种 到施肥 到浇灌 到收获 全都是机械化作业 从哪来的强制劳动 那些新疆人民 别提多幸福了 天天在YouTube上面晒幸福 然后YouTube还封人家账号 就怕全世界知道 新疆人民多幸福 然后就说用童工 中国哪里有用童工的这种 中国的孩子都跟宝贝似的 还别说是他们在未成年之前 他们都在学校里面 你就是成年之后 有的时候如果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话 家长都养着 家长都心疼着孩子 都不会让这孩子说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去干一些体力活 或者是重体力活 都舍不得让这孩子去干 从哪来的这个童工啊 反倒有童工的地方 他倒不说了 像印度啊 东南亚的那些国家 说实在的都用童工 印度啊 巴基斯坦呀 柬埔寨呀 老挝呀 越南呀 这些地方 全都用童工的 而且呢 他们的收入特别的低 前一阵子 中国给老挝修的那个 从中国云南 到老挝首都万象的一条铁路 那个高铁 高铁修好了以后 我就看到呢 好多的老挝人民说 这高铁真好啊 可是呢 我们坐不起这个高铁啊 这高铁这个票价特别贵啊 要折合160元人民币呢 一张票 从他们的首都 然后坐有火车 坐到中国境内 要160元人民币 他们嫌太贵了 你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少吗 他们的平均收入 这一个月 就是600元人民币左右啊 也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160元人民币呢 确确实实是有点多 你让他这一个月 做一次呢 估计还能接受 你让他一个月做好几次 他肯定是接受不了 意思就是说呢 在那些国家 就美国所指的问题呢 在他想把中国的 这些工厂关闭 然后搬去的那些国家 那些国家全都有 而且呢 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 这件事情 就是想压着中国呢 减少碳排放 工业的碳排放是最大的 你要减少碳排放呢 就是得关闭工厂 可是你美国的目的 你是想让中国关闭工厂呢 还是想减少碳排放 对不对 很明白的 你就想让中国关闭工厂 因为中国为了减少碳排放 把工厂关闭了以后 这些工厂搬到别的地儿 不排放碳吗 就不排放了吗 不是还照样排放吗 对不对 所以你美国你为了什么 你就是为了打压中国 你就是为了把中国整垮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中国现在就识破了 美国的那个用意 说是气候变化 是一个幌子就想压垮中国 可是中国呢 就是将计就计 中国也想治理环境 你要说治理环境 我们就来治理环境 中国也想治理环境 所以中国呢 也提出来了一系列的 来减少碳排放啊 治理环境呢 一系列的这些措施 但是这些中国提出来的 这些政策呢 和美国的那些政策呢 它就是走的不是一条轨道 那这样呢 美国一看 自己的谋法呢 要破产了 所以呢 就坚持不干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中国 如何识破了美国的阴谋 中国要制定规则 就不行 就得中国按照它制定的规则 说是呢 要摆脱中国的肮脏的产品 那有一些国家呢 就纷纷的加入它 这其中就包括韩国 韩国第一批响应 那这两天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 最近韩国呢 尿素吃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的新闻 你如果看到新闻 你是不是跟我言 哎 怎么韩国尿素吃紧 尿素这个东西不是个化肥吗 不是农业用的吗 怎么韩国这么多的农业吗 需要那么多的尿素吗 对吧 韩国一共呢 那个国家那么大点的地儿 怎么需要那么多尿素呢 原来不是那样的 尿素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用于农业 只是一小部分 用于其他的领域 是占主要的部分 中国呢 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美国 要搞一个摆脱中国供应链 给韩国一个颜色看看 不是 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原因 要收紧这个尿素的出口 现在韩国就受不了了 韩国都要瘫痪了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是2021年10月9日 凌晨3点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的题目呢 就是中国收紧尿素出口 韩国运输和能源业陷入混乱 说韩国本州派出一架军用空中加油机 前往澳洲 用以运回27000升的尿素溶液 因为尿素严重的短缺 已经对商业运输和工业活动构成威胁 尿素溶液用于柴油车和工业运作 以减少排放 根据行业专家称 政府规定 韩国政府规定啊 柴油车辆必须使用这种添加剂 韩国大约有200万辆的柴油车 主要是货运卡车 说上个月的时候呢 主要供应国中国 为了应付国内市场 而收紧出口之后 韩国柴油车司机开始疯狂的抢购尿素 韩国产业部公布 说1月到9月的时候呢 韩国接近97%的尿素 都是来自于中国 这个路透社说 现年63岁的卡车司机叫李扬基 向路透社表示说 说我开了大约70公里的路程 到一家家人站 只是为了要帮我的卡车 买到尿素溶液 现场排起了长长的车阵 一直都轮不到我 我只好无功而返 他说如果无法买到一些尿素 他从星期三开始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今天是星期二 明天是星期三了 路透社说 一家主要炼油厂的高管说 尿素短缺有可能导致运送汽车 及其他燃料的卡车停摆 说如果加油站无法收到足够数量的燃料 可能会导致几乎所有行业的物流成本上升 最终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担 一般消费品的价格恐怕也将上涨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但是尿素短缺可能对韩国的工业部门产生更大的影响 工业部门也被要求使用尿素以减少污染 否则就得停止生产 环境部表示说2020年进口的83.5万吨的尿素当中 34.7%是用于工业的 9.8%是用于汽车 其余的用于制造农业用的化肥 你看 比较少的部分是用于农业的 主要是用于工业 韩国的一家主要尿素供应商说 自从10月中旬以来 一直都没有办法从中国进口尿素原料 这就导致了其在韩国的尿素溶液生产线开工率下降 来自制造业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维持工厂运转的工业尿素库存已经处于低档了 为了缓解工厂尿素短缺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求政府放宽这些环保的规定 与渡过难关 韩国的汽车技术研究院的执行顾问叫李航谷说 如果尿素短缺持续下去 已经面临半导体短缺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汽车液 将发现很难从供应商那里获得零件 他说这可能会使韩国汽车制造商 在国外的工厂无法按计划生产汽车 因为他们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将无法将其零部件运送到出口港口 以运输其产品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二的时候 试图安抚公众 他说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忧 援助即将到来 那援助是什么呢 说韩国政府已经将公共部门的尿素库存 释放给急需的地区 并表示说将临时释放军事的库存 韩国的国防部长官徐旭 在周二的国会上说 军方计划将445吨车用尿素溶液库存的大约一半发放给民众 韩国本周从越南获得了200吨的尿素 并且呢 正在与其他的国家协商获得多达1万吨的尿素 足以制造约3万吨的柴油为其处理液 国防部周二说 第一批来自于澳洲的已经到位 但是这些只是杯水车薪 韩国它每一天就需要消耗900吨的这个尿素溶液 那从澳大利亚用军机运来的呢 只是27吨而已 这才占多少啊 占了3% 然后下周说从越南运来的这200吨 也可以算一算对吧 你需要900吨 从澳大利亚弄来27吨 从越南弄来200吨 加起来也就是227吨 那剩下的这600多吨到哪去找啊 所以韩国现在呢 是非常麻烦 美国号召不要用中国的肮脏的产品 中国这一收紧 有人就受不了了 本来这世界呢 大家在一块合作好好的 美国就非得说 打压中国 排挤中国 把中国排挤出去 本来是一个健康的供应链 让美国的这样一排挤中国呢 就变成了不健康了 我们经常说呢 我们需要保护动物 因为我们这个自然界呢 就是一个生物链 就是一个生物链 人就是这个生物链当中最高级的一个 其他的那些动物呢 就是你吃我 我吃你 这个环节当中缺了谁也不行 所以我们要保护每一种动物 在大自然当中 哪一种动物多了 或者少了 都不行 我就记得有一阵呢 我就看到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吃海鲜 有一种海鲜呢 就挺少的 叫海胆 但是呢 有一阵我就看到说 加拿大温哥华那边的海里面 不知道因为什么 那个地方吃海胆的那个动物呢 那个海物呢 没有了 使得这个海胆就不被吃掉 大量的繁殖 那老外呢 不吃海胆 对吧 那温哥华那边呢 他们就政府雇了很多的那个潜水员 就拿着锤子潜到海底 去砸死那些海胆 就说任何的一个生物 如果失去平衡的话呢 这个生物链都不行啊 温哥华这种供应链 市场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供应链 它本来是一个健康的 你美国为了对付中国 你非得来破坏它 现在就形成了很多的问题 中国就积极的给你们供应 有的时候还不行呢 对不对 你更何况说你还人为的 来对它造成破坏 那现在韩国不就尝到这个后果了吗 刚刚跟着美国起哄 说要甩脱中国肮脏的产品 中国这一限制尿素的出口 韩国就造成这么大的混乱 美国为了压制中国 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找各种的借口 前一阵子就说 新疆问题 说新疆强制劳动 最近我就看到他们又造一个什么谣 又造一个谣 说中国用朝鲜的强制劳动 说是呢 从朝鲜引入了很多的朝鲜人 到大陆来打工 说让人家朝鲜人呢 到大陆来打工 一个呢 是满足朝鲜的政府的需求 朝鲜就派出他们的人到中国来打工 政外会 第二呢 就是朝鲜这些人说是 长期的被朝鲜政府压制 他们都跟傻子似的 跟绵羊似的 然后特别好使 你让他工作 他就工作 你让他干什么 他干什么 你让他干 他就干 他就不会停 他听话 第三呢 就是给工资低 所以呢 中国说现在呀 就大量的用朝鲜的这个强制劳动 因为是朝鲜强制他们出来的 所以叫强制劳动 说好多的工人呢 他们因为连续工作 老加班 这一班呢 工作能达到12个小时 说有好几个工人都累死了 就造这样的谣言 美国的媒体造这样的谣言 完了以后就强迫 美国的公司 不从朝鲜和中国的边境城市 也就是丹东 不进口 不使用丹东那个地方的工厂来加工产品 所有来自于丹东那个城市的产品呢 就一概都不要 因为使用了朝鲜的强制劳动 这两天呢 他们美国就给加拿大施加压力 说也查出来了 加拿大有一些公司 也使用了丹东那个地方的工厂来加工产品 这两天我看着加拿大呢 就把所有的来自于丹东那个地方加工的产品呢 都下架 找这种借口啊 不断的制造这种谣言 制造这种借口 这个工人工作12个小时就能死啊 其实我所在这个城市啊 有好多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劳工 他们当初就是到我这个城市有一个工厂 他从中国引进了好几批老公 好几百人上千人 这些工人在工厂里面都是争着加班的 如果这工厂里面最近接的活比较多需要加班的话呢 他让谁加班不让谁加班 论资排辈的 他是按那个公号 你的公号越小就说明你在这工厂的资格越老 按照这个公号来排 先紧着那个大公号 大公号实际上就数上来看就最小了 一号二号肯定比那个一千零一号 就是叫大 是这样的 让老员工先加班 最早从中国来的老公呢 就比后来的老公先得到加班的机会 一般的来说你一加班就加的是一个班呢 一个班次啊 一班八小时嘛 然后你再加一个班 那就是16个小时啊 美国的媒体说中国用朝鲜的工人 要他们加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都给累死人了 加拿大的工厂里面 中国的劳工在里面也有人去世的 我看他们也不说是这工厂给累死了 就是心脏病突发呀 或者是什么 对吧 他就不说是累死的 然后中国的工厂里面如果死人的话 就是累死的 大家呢 可能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当地时间11月9日的晚上 有美国海军一架C40A的行政专机降落在了台湾 是来台进行访问 但是台湾的外交部低调的表示说 相关行程都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安排的 台湾外交部提供这个美国议会访团所需的行政协助 当然了台湾这个蔡当局呢 只是催本 美国呢 无论是谁来 怎么来 什么时候来 这些都由不得蔡当局 蔡当局呢 就只能说让他干嘛他干嘛 那在这个之前的中央社曾经说 针对美国议员今晚搭乘军机来台访问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不愿意正面回应 针对中央社记者表示说呢 外交部提供访团所需的行政协助 并就相关防疫措施协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台湾没有接到指令 没有接到允许 他们说什么做什么 他们就不能乱说乱道 就这么简单 Twitter你能发布什么消息啊 对不对 没让你说你不能乱说乱动 我刚才呢 看到有网友告诉我说啊 我不知道他在哪看的啊 说这个飞机上呢 一共有13个人 其中呢 有四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还有两个众议员 都是共和党的 然后还有两名军官 还有五名助理 看来这些呢都是共和党的呀 这是共和党搞的这事 我们就知道共和党里面的那些极右的议员比较多 他们呢是极端反华的 他们就这么搞 估计现在这个拜登啊是较苦不迭 拜登苦苦的想和习近平搭上话 好不容易求着习近平呢 答应他有可能年底的时候和他进行视频 现在看来呢有可能要泡汤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行动可非比寻常啊 你这些议员坐着一个军机跑到台湾 当时中国的国防部就做出来了回应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国防部是如何来说这事呢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唐克菲就美国国会议员 窜访台湾发表谈话 说11月9日 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威胁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 立即停止一切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 否则只会把台湾带入深重灾难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的图谋 这是国防部的回应啊 国防部的这种即时回应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外交部还没来得及回应的时候呢 国防部即时就回应了 你要知道他晚上才来啊 他以为中国都下班了 但是国防部立即就做出来回应 不仅如此啊 中国的军方还做出来了具体的回应 如果以上呢 这只是语言上的回应的话 中国的军方立刻就做出来了部署 做出来什么样的部署呢 就是东部战区马上就宣布 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我们来看他的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呢 就是东部战区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 进一步的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说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 诗意陆军大笑表示 11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 进一步的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然后下面就是中国官方对于台湾主权的那些强硬表态 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战区部队组织的此次军事行动 是针对有关国家在台湾问题上 严重错误言行和台度分裂势力活动所采取的 具体就是这一次的窜访台湾 而且还坐着军机 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举措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坚决回击一切危害中国核心利益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进行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呢 我说希望这个飞机它来的时候 也许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现在已经来了 中国东部战区就应该盯着它 它傻手走 只要它一起飞 就把它打下来 对不对 这是从这个军事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老胡怎么说 老胡呢 也马上发表了一个谈话 一个讲话 发表一篇文章 它这篇文章呢 是这么写的 这个题目是 刚刚美国会议员突访台湾 鬼鬼祟祟的 老胡说 台海事态方向和战略节奏的主导权 已经历史性的转到中国大陆手中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什么时间解决 中国大陆说了算 台湾媒体11月9日报道 美国海军一架C40A行政专机 今天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 晚间六时降落台松山空军基地 机上搭载人数不清的美国参众议员 目的是来台进行访问 台当局称 为尊重访宾意愿 暂不做进一步的说明 相关资讯随后事实对外公布 老胡发这篇文章呢 是即使的就是呢 这事刚一发生 他写的是刚刚哪 就是刚一发生 然后他就发了这篇文章 老胡说 看来这是一次突然而且鬼鬼祟祟的访问 他没有事情宣布 现在人都到台湾了 都有谁是几个人也不对外说 如果是正大光明的访问 会这样吗 又是一架美国海军的行政专机 擦了军机的边 为什么说擦了军机的边呢 就是它是一个行政专机 并不是一个战时用的战机 或者运输机 反正任何与战时有关的 它只是一个军队用的行政专机 所以呢 是擦了军机的边 美台看来今后还要打这种擦边球 他们知道美军部队和作战装备 进入台湾是红线 于是就派少数的士兵入台给台军培训 搞行政专机和运输机 送议员送疫苗入台 扭扭捏捏的正吧 大陆网友请放心 他们绝不敢正面突破大陆的 所画的红线 他们也没那个胆子 他们只敢就是小不溜的成成能 一显示自己没有被大陆的威吓住 没怂 他们没说来访问做什么 咱们也用不着猜 美国议员就是专门挑事的 但他们能挑出多大事 他们其实多数时候相当于一帮舆论的大卫 中卫和小卫 看他们能在台海掀起多辣的风浪 然后呢 就说台海的事态方向和战略节奏的主导权 已经历史性的转到中国大陆的手中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什么时候解决 中国大陆说了算 台湾呢 就是配合美国 按照美国的指示 不停的试探底线 俗称是切香肠 不停的切香肠 他这香肠还挺长啊 对吧 切香肠 什么时候切到最后 切到手 就要付出代价了 所有的这些石和式都在中国的一边 中国不动就和山一样的稳定 中国一旦如果是动的话 就如同雷霆闪电一般 你台湾 你美国 你可受不了 这些个议员们呀 他们一天到晚的 就像老胡说的 他们就是大卫中卫和小卫 他们就是蹭流量的 就是刷存在感的 他就是坏事的 前面我说了 这段时间以来 对吧 拜登多么想和习近平接触上啊 习近平根本就不理他们 原来以为G20峰会 或者气候峰会 习近平如果来的话呢 拜登就把习近平给堵住了 但是呢 习近平不来 就连视频的要求都不答应他 美国好不容易这两天都不说了 前一阵的 总是在说 年底和习近平视频的这事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美国的记者老来问中国外交部 本来年底还有希望 现在我看上悬了 你拜登先解决好 你们到底想干嘛 到底想干嘛 一会这么说 一会这么说 说一套做一套 前两天那个国安顾问沙利文还说 说我们并不想改变中国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 而是寻求与中国共存的 有利条件 听这话呢 就是美国现在在往后上 不寻求改变中国 一直不都是想改变中国吗 然后又说 要和中国共存 就想寻求 想找一找看 如何来和中国共存 现在又干热事 反正美国说话 你就没法听 你就暂且就听听而已 主要还是要看 他都干了什么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攻防啊 早在今年年初阿拉斯加的时候 已经攻防一室了 中国不会因为说你说了个什么 然后我就马上改变我的想法或者做法 不会的 拜登仍然是 言必称和中国竞争 好不容易他那个基建计划 1.2万亿啊 终于是批下来了 他能不能实行还是个事呢 甭管他实行不实行 对吧 这个1.2万亿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批下来了 可是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已经使得他这1.2万亿 大大折扣 现在批了这1.2万亿 说实在的 也就顶8000亿使吧 顶多顶8000亿使 而且呢 你美国现在 你本来就是想提高就业 刺激经济 可是呢 现在美国的情况也变了 没人干活了 原材料物价各个方面 现在呢都疯涨 然后还没人干活 你怎么和中国来竞争 现在拜登呢 又给全世界画一大饼 然后他又说什么呢 说提出来了一个 重建美好世界这么一个计划 也是要和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抗衡 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人问这个问题 这个汪文斌啊 他是这么说的 我给大家来读一读得了 是美国的记者问说呀 美国政府计划最快于明年的1月 启动一个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的计划 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王文斌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八年来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 开放绿色连结 高标准会民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领域 推动建成了一大批的合作项目 加强了各国互联互通的水平 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中方认为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各类相关的倡议也不存在相互抗衡或者是彼此取代的问题 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 是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 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 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振兴 不要光落实在口头上 你做点实事 可是美国呢 他就是为了来抗衡中国 我呢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外交风云 我昨天看的那两集呢 讲的就是原建非洲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铁路的 人家坦桑尼亚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建这个铁路 但是他没钱啊就是靠这个发达国人家来帮他 包括美国呀包括英国呀包括加拿大 但是呢这些国家都不帮 然后去找苏联老大哥苏联老大哥也不帮 后来他没办法了 然后就来找中国 还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 因为中国也是刚建国 建完了以后呢中国也是以穷二百很穷的 哪里好意思跟中国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呢 但是呢到最后吞吞吐吐的不好意思说 毛泽东呢就鼓励他说没有关系啊 说出来啊 然后说出来之后 中国说呢虽然说我们也很穷 但是呢穷兄弟一定要互相帮助 你这个忙我们帮了 好从中国说要帮坦桑尼亚建铁路开始 然后给西方又不淡定了 然后就提出来说哎我们也帮 从那会儿美国就这样 西方就这样包括加拿大 中国要不说帮呢他们不帮 中国一说帮他们也帮 老是和中国呢唱反调你中国要干什么事呢 我就非让你干不成 现在仍然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破坏中国 他并不是为了说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 他才不管这人民呢 说一千到一万呢就是说回来 台湾的这个问题 中国就知道 你美国一天到晚的 老是搞这些 幺蛾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你国内的一些人呢就是上蹿下跳 刷存在感刷流量 对吧 你们就是也都是些大卫中卫和小卫 中国不会配合你们 中国也不会让你们达成你们的目的 无论你怎么样 中国有一句话 叫我字窥然不动 等着我想动那一天 我动了你可受不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